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太北地区的生活质量和大范围经济都受到了冲击 该问题受到各方广泛关注并积极寻求解决措施 因此 清脉大学成立了一个学术工作小组 来帮助解决太北地区的雾霾问题 该小组聚集了多学课的专家 并使其成为提供准确信息 进行研究工作 提出指导方针 传授创新技术 以及开发可帮助机构和公众监测空气质量 以着手应对和监控的工具的中心力量 如下 1. 消防管理决策支持系统 或5D 是一个应用于辅助管理生物燃料的决策系统 为决策者提供学术信息 以作为批准或不批准火灾高发期 举办与火有关的某些土地使用活动的依据 遵循必要使用火的思路 在对的时间 对的地点 使用火 就会降低对整体空气质量的影响 该系统包含沙尘预报信息 气象资料 日点数据和通风率数据等重要信息 希望该系统能够成为在该地区解决粉尘 和雾霾问题的替代解决方案 该系统由清迈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地理系讲师 气候与环境研究区域中心主任 Shakrit Choud Amonsak助理教授负责 二 泰国空气质量预报系统 Thai Air Quality 是一种最多可显示三天空气质量报告的应用程序 覆盖全泰国和周边国家 另外 该系统还能为不同风险人群和活动人群 提供应对空气质量状况的健康建议 并在iOS和安卓系统向公众开放使用 该系统由清迈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地理系讲师 气候与环境研究区域中心主任 Shakrit Choud Amonsak助理教授负责 三 NTAQHI 即北方人健康空气质量指数 可以扩大监控系统网络 并向北部地区的人们发出雾霾预警对健康的影响 该系统可显示实时或24小时平均值信息 以及对空气质量指数的讲解信息这两种信息 还包括减少空气污染对健康影响的警告 以及方便用户轻松访问信息的新页面设计 该系统由清迈大学健康科学研究所 Kwantai Suparat Pinyo教授和IT团队共同负责 4. Dust Boy 即空气微颗粒传染器测量系统 通过空气质量监测和空气污染警报 实时汇报雾霾状况 该系统已在全国范围内安装了400多个监测点 并将在泰国各个地区增加到2000至3000个监测点 民众可通过应用程序CMU Mobile 清迈大学移动应用程序快速访问信息 该系统由清迈大学工程学院 气候变化信息中心主任 Cit Sampadagun副教授负责 5.热成像无人机技术 用于区域及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控制 该系统将通过卫星数据监测空气质量 这是一个通过使用在线制图技术开发的系统 通过借助NASA Terra Aqua卫星 收集数据进行检测 来报告PM2.5细颗粒物和热点数据的状况 该系统由清迈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空间技术和地理空间区域中心 GIST NOS主任Pon Pathamwan博士负责 清迈大学意识到解决雾霾问题势在必行 并准备好成为共同解决雾霾和PM2.5问题 以及继续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 以创新方式应对雾霾危机 以上就是我们清迈大学播报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